来关心新竹竹北气爆的案件被六个里进行检测 25号检查875户 那么今天又检测了900多户 确实揪出有住户瓦斯管线老旧 瓦斯公司人员站在大太阳底下 拿着机器逐一检查瓦斯表 外面检查完接着进入屋内 看看厨房的瓦斯管线还有热水器 没问题 听到一句没问题的住户终于松一口气 至少家里的管线正常 新竹瓦斯公司为了周出新竹竹北气爆案的主因大动作 前往案发地周遭六个里进行检测 沿路包含台原街三明路和平街以及文化街等等 光在25号共对870户检测 26号再查900多户预计27号会继续 经过这两天确实也发现有住户瓦斯管线老旧有渗漏的问题 他的瓦斯表正不正常 瓦斯的管线也没有松脱 整个社区的瓦斯设备 紧急这段法有没有异常 按照规定每两年进行安检 尤其热水器的街头更要两年换一次 而且瓦斯主要连接到住户家中的安全法 因为他是保护用户的最后防线 所以也要定期更换 民众平常在家除了注意瓦斯表 有异常跳动外 更要透过最简单的方式涂抹泡泡水 毕竟瓦斯肉眼也看不到 不能只透过闻到怪味道才发现已经省漏 台北新闻陈世明师权 苏佩王思成新竹新北采访报道 好 桌北气暴发生之后 新竹瓦斯公司赶快补破网 除了要把住户的天然气管线改装为民馆之外 未来还将免费的把这个机械表改成为电脑瓦斯表 并且全额的支付修缮费用 但专家担心最根本的问题恐怕还是没有解决 包括瓦斯公司是否有足够人力做平时的维护检修 现在许多家户都已经改装为电脑瓦斯表 虽然漏气时能自动遮断 但如果是从外部供应的瓦斯压力突然暴增 系统是无法反应的 比较有规模的 瓦斯进来的时候在前面 很前端供应处的地方 他会用一个叫做过滤器过滤法 也就是说大型的沙子异物他就先过滤了 过滤完之后才会经过一个整压法 整压法调整压力之后 还有一个叫超压法 如果说今天压力忽然变高 他就会马上折断 要安全供气 除了瓦斯公司从源头做起 室内管线怎么拉也是学问 方在专家高士丰点出 根据建筑法规 瓦斯管不能埋在楼地板 梁柱 墙壁和屋顶 否则漏气时难以察觉 后果不堪设想 新北据我了解 我们这个是瓦斯热水器 那么他们住户用的一种 是预热式的热水器 所谓预热式它是一种像圆筒型的 下面有一个小火口 它平常就是一旦温度低一定的压力 它就会自己加热 所以一旦外泄 它就自己刚好加热就会烧起来 瓦斯公司原则上 它的管线都是密闭的 也就是从高压端到中压 一直到低压这一端 原则上都是密闭的管线 那唯一有可能出现意外的 也许是它在做维修保养施工的时候 不甚有义务进入 否则在平时的话 这些管线是不会打开的 如果自己家里面 能够确保没有漏气 或者是瓦斯的管线 街头都是完好的 那么就算是瓦斯公司 这一端压力出现问题 也不至于家里面会发生气爆 新竹瓦斯公司派源检测捕破网 发现有不少住家 瓦斯炉和热水器的软管老旧 都可能成为气爆破口 杨明交大土木工程系副教授 善信于直言 包括住宅大楼安全装置 家里监控和回路系统 都必须详查 该换的就要换 你想最安心的方式 就是直接请水电供货瓦斯公司的人 来帮你把你的老旧管线换掉 我们就等于是花钱买安心 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管线 前一手的屋主 或者你的长辈 是多久以前更换的 你也不确定 而且现在因为大家 对于瓦斯公司的人员 也不太信任 怕是诈骗 所以很多定期检查的工作都没有做 因此最安心的方法 其实就是换掉 你一定有义务侵入的通报系统 他一定有义务侵入防止装置 那这个装置他没有作动吗 你一定会有压力的测试的监测装置 那你这里面压力改变了 他没有通知吗 你会有双回路 你会有双回路的系统 那这个回路里面不通了 他另外一个回路没有作动吗 进到家户里面 你设定的这个安全阀 他没有作动吗 这个每一个都是问题 6月24号发生气爆后 竹北其他地区也陆续传出瓦斯外泄 回顾近30年来 瓦斯外泄引发气爆的事件实有所闻 包括1996年2月 新北市板桥区就曾因为泄气 发生连环大爆炸 2014年高雄发生史上最严重的石化气爆后 同年新北市新店区也出现瓦斯外馆 锈石漏气造成气爆意外 明传大学建筑系专任教授王介聚担心 如果结构性问题没改变 难保同样的悲剧不会再发生 管线会不会老烈化 这个是设施设备 第二个是人员的部分 我有没有足够的人去处理这些议题 这些人有没有能力 有没有办法来判斥 他的风险的辨识的敏感度高不高 这是人的部分 第三个叫教育训练 他这两个东西搭起来了以后 他进到不同的环境 他有没有能力去做决策 那如果这三个东西 在第一线没有建立起来 我们去透过外部的监测 通常效果会比较小 瓦斯属于中央特许事业 由全台25家公司分区独占 也因为缺乏竞争 价格和设备遭垄断争议实有所闻 这次竹北气爆 被学者形容为相当罕见的意外 政府监督机制在哪 恐怕得说清楚 蒋明白 TVB新闻罗士鹏 戴源丽台北报道 而这起气爆意外呢 一位16岁的少年 九成的烧烫伤是最严重的 但是其他呢 也有5人是轻重伤 受波及的多达6个力 居民现在都很担心 消防局也提醒民众 在瓦斯外楼的现场 要怎么自保呢 一定要注意远离火源 还有轻轻打开窗户 以及尽速逃离现场 另外加装的瓦斯管线 也一定要定期检查 有没有过于老旧 避免意外发生 安装在阳台的瓦斯天然气 除了管线定期检查 还有加装瓦斯漏气 自动遮断开关 可以侦测到瓦斯外泄后 自动遮断瓦斯 这个是电脑表 如果有漏气的话 它这边会闪红灯 它自动会去切断 还有地震来的时候 它也会切断 漏气的话 它可能就计算你一段时间 看程式怎么写 就是有多久时间 瓦斯都没有停止 然后里面程式就判定说 你瓦斯表应该要把它切断 然后闪红灯 然后就不会有危险 通常我们开瓦斯以后 要做测试的话 就开瓦斯以后 要先按一次鸟 它会开始闪红灯 启动电脑表 做瓦斯漏气检查 水电行老板强调 像是现在的天然气瓦斯 大多会加装自动遮断开关 以及瓦斯公司 两年一次会到府做检查 看看管线是否过于老旧 吹翻定期检测之外 像是有加装这种电脑表的话 其实在发生外泄的情形之下 它会自动的关闭切掉 而另外还有像是 统端瓦斯也有一个开关法 不过一旦外泄很严重 也无法关闭的状况之下 民众还是得尽快逃离现场 阳台热水器不断冒出白烟 下的住户不敢靠近 24号上午 竹北市瓦斯加压站压力出现异常 将近六个里有瓦斯外泄疑虑 其中中正路一处住宅大楼 旧楼发生气暴 大厅电梯口前 住户一个接一个赶紧往外冲 其中还有一人跑到中庭 拉水管不断冲冷水 他就是被炸伤的16岁少年 全身91%一到二度烧烫伤 当下已经产生 类似变成是一个火灾现场 那会有一个大量浓烟的产生的时候 其实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要尽量减少这些浓烟的吸入 所以他必须要尽快的离开 这个浓烟多的地方 就像我们一般的火灾桃生 其实也会最大的重点就是阻挡这个浓烟的进入 除了烧伤之外 在瓦斯泄漏的气胞现场还必须防止呼吸道灼伤 尤其在高温环境下 一旦吸入过多热气 很有可能导致患者呼吸困难而致命 所以当吸入这些高温的浓烟的时候 其实会对我们的上呼吸道造成很严重的伤害 你可以想象烧烫伤我们是在皮肤表面 但是你吸入高温的浓烟 这个烧烫伤就是在我们的呼吸道系统 所以我们的整个上呼吸道 包括咽喉的地方 包括我们的气管的黏膜 它可能都会产生这一种烧烫伤的情况 严重的时候如果产生了很厉害的水肿 甚至会导致无法呼吸 这个有点像是你气管就变得非常狭窄 肿胀的很厉害变得很狭窄 呼吸道没有办法顺利的让气体通过 那这就会产生呼吸衰竭的风险 必要的时候 甚至我们有一些患者送到医院 就算他当下没有呼吸衰竭的表现 可是因为评估他的呼吸道 做伤的风险很高 我们也会预防性的插管 气管内管然后接上呼吸器 医师强调气爆一瞬间 除了烧伤尽快降温 呼吸道的灼伤 就得尽快到医院做治疗 而在现场一旦有发现瓦斯外泄疑虑 最重要必须要严禁任何火源 就连开窗户也要避免摩擦 如果你怀疑有瓦斯外泄的情形的话 我们主要有四个步骤在做处理 那静的部分就是静火 那一般民众比较容易疏忽的 就是假设附近还有人在做抽烟的动作 或是一些微小火源的部分 包括说我们使用电器的开关 或者是说插头的部分 都有可能会有微小火源 那关的部分就是要将这个阀门关闭 包括可能看你们家使用是天然气的阀门 或是液化石油气的这个阀门 那推的部分就是要把窗户轻轻的推开 慢慢的推开 避免因为窗户摩擦造成了一些火花 那离的部分就是要尽速的去离开现场 另外平常都要检查瓦斯软管接头 是否破裂或是松脱 瓦斯使用之后外出 睡觉前都要把瓦斯开关关闭 才能降低意外发生 TVB新闻 于是和刘军台北采访不到 国际焦点 再来关注的是 俄罗斯的兵变危机 在短短一天之内 又戏剧性的落幕了 瓦格纳佣兵团 原本打算率军 要指导莫斯科的 却在距离莫斯科200公里远的时候 突然宣布撤军 而瓦格纳领袖普里格金 在撤冰之后行踪不明 算兵变危机暂时化解 却重创普清的领导威信 群众夹道欢呼 瓦格纳领袖普里格金 结束一日叛变 宣布撤冰搭车离开 用兵领袖顿时化为英雄 与民众握手合影 只是这场只有24小时的兵变 还是让各界物理看花 把时间回推到上礼拜五的6月23号 瓦格纳集团先在Telegram频道上 剖片指控俄国军方偷袭 他们的兵营 酿成重大死伤 不久后普里格金就昭告天下 要率兵指导莫斯科为弟兄报仇 他也说到做到周六黎明时分 开始有佣兵出现在俄国南部的 罗斯托夫地区 普里格金则是在上午7点多露脸 宣布占领该区的军事总部 海放话旗下2.5万士兵 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 由于兵变画面快速流出 普京不得不露脸 在上午10点发表电视演说 普京说反恐行动展开 并且要弃拿普里格金 但瓦格纳不愿退让 继续沿着M4高速公路北上 在抵达佛洛尼斯市时 一度遭俄国军方直升机 从空中开火发生爆炸 不过整个过程 瓦格纳并没有遭遇太多阻挡 中间还有飞航网站追踪到 疑似普京的专机火速飞离 莫斯科避难 甚至有前线俄国士兵 拍片力挺普里格金兵变 却晚晚没想到几小时候 局势出现戏剧性发展 当地时间晚上八点左右 普里格金突然宣布在 与白尔总统深谈之后 为了避免流血冲突 决定撤兵 这场兵变在瓦格纳大军 距离莫斯科 近两百公里远时 约然跨下巨点 普京战时化解冰变的危机 也同意赦免普里格金 不过以往反对普京的人 接连遭到毒杀 离奇坠楼等方式暗杀 预料普京也不会对 普里格金这个叛徒 手下留情 但普京本人身处何方 现在成了最高机密 尽管这场兵变 虎头蛇尾草草收场 却也让外界看到 俄军内部的忠诚度 不堪一击 普里格金曾犯罪入狱 出狱后适逢苏联解体 在圣彼得堡 卖过热狗并开餐厅 直到遇到普京后 才嫌于翻身 获得大量政府餐饮标案 甚至操刀骨验 但专家认为 普里格金性格 更像是拿钱办事的黑帮 过往亲信关心 早已因为俄乌战争败退 产生裂痕 华格纳一日叛变落幕 但俄乌战争还在进行中 俄国内部长期以来的不安情绪 很可能因此被悄悄点燃 这一期新闻 综合报道 没有错 瓦格纳兵变算暂时落幕 可是普京的领导危机 恐怕才正要开始 这次事态的发展 不仅让普京吓了一大跳 连美国也不敢相信 瓦格纳在挥军北上的过程 几乎没有遭遇阻碍 那么是谁允许的呢 专家认为 普京被自己塑造的一个 创造的怪兽 反咬了一口 不准内心相当不安 他在军方的统律地位 也开始粉碎 一辆又一辆军车 出现在莫斯科市中心 从24号晚间开始 莫斯科陷入风雨欲来的 诡异氛围 前进莫斯科市中心的路上 还出现了装甲车 进驻的检查哨 似乎就是怕瓦格纳真的叛变 新闻播到一半 还紧急插播 陈瓦格纳挑衅分裂 普里格金已经遭到 联邦安全局刑事起诉 不过这想要维稳的官方声明 远不及各地民众拍下的画面有力 华格纳的叛变说动就动 普里格金还放话 点名二军国防部长肖一谷 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必须走 普里格金霞瓦格纳自重 一副要讨伐莫斯科的态势 让普清大为震怒 定调叛乱 普里格金反咬普清一口 普清表态越强硬 似乎就更凸显出事情越大条 他甚至还把这次事件比喻成 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 普清严正警告 瓦格纳可能导致俄国内战革命 犹如重演一九一七年动荡 当年因为参加一次世界大战 俄国民不聊生经济动荡 先导致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 终结了君王制 同年11月 布尔什维克发动了十月革命 建立苏维埃俄国 俄罗斯随后陷入长达五年的红白内战 战争让民众与政府更加对立 迫使政权更迭 而如今的2023会是普清的一九一七吗 在普清避应下着重的瓦格纳 从自己人变敌人 讽刺的是这一次还是靠着平常 被视为小老弟的白俄总统 卢卡申科来摆平的 不仅是卢卡申科来刷存在感 甚至连车臣都来参与他 传出车臣武装分子 正进入瓦格纳控制的罗斯托夫 这是否代表普清23年的威权领导 再也镇不住各方派系势力 而巧的是在瓦格纳叛变事件宣布战时告一段落之后 俄罗斯国防部就公布了神隐多时的国防部长 萧伊谷视察西部军区的画面 看似冷静平和 但这整支影片都没有声音 也经过剪辑 难以证明就是萧伊谷最新行踪 克里姆林宫似乎正掀起 争权的心风邪雨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而乌克兰则是趁着俄罗斯发生兵变之际 又展开另一波的反攻行动 一阵枪林弹雨 乌军在巴赫姆特战壕里 匍匐前进 奋力苦战 拿着机关枪奋力扫射 但乌克兰士兵这场攻击一点也不轻松 许多人不小心被喷射的弹片波及 只见一辆坦克车 只见变成行动医院 乌克兰军医就在车上 快速帮士兵进行包扎 乌军攻势不停歇 就是看准俄罗斯佣兵团 瓦格纳周六发动军事叛变 乌克兰在东部战线大举发动攻势 来到扎普罗热前线 一名乌克兰士兵正在操作无人机 开玩笑的形容就像打电动 只是战场上生死一瞬间 炮弹也不长眼 透过无人机荧幕 乌军士兵命中俄罗斯的车队 根据乌军指挥官表示 这一次趁瓦格纳叛变 乌军分别在东部的 奥利霍卧瓦西利夫卡 巴赫姆特 库尔周米夫卡 伯赫丹尼夫卡 还有北部的 雅吉德涅等方向 多点发动攻势 虽然没有明确出名战果 但是各个方向都取得进展 专家分析趁俄罗斯后院起火 给了乌克兰绝佳机会 许多乌克兰人民更表示 他们都在等着吃爆米花 看好戏 本来期待俄军内斗 能削弱前线势力 可惜这场军事政变 只持续不到一天 就戏剧系宣告落幕 也让乌克兰人民期待落空 但外界关注 乌克兰的反攻行动 到底有没有如期进行 此外乌克兰国防部长 也接受美国媒体采访表示 乌克兰现在正在进行的反攻 还是处于某种准备行动 因此真正的大反攻还没到 趁乌反攻没有太大进展 泽伦斯基持续拉拢西方势力 就看俄罗斯内部的不稳定 能否打击俄军士气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